HELLO 大家好 歡迎玩具又來到我們的玩具真香 我是阿達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來開的是這個 沒錯 那就是出自於曼達洛人影集當中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帝國的兵種 也就是我們的 Dark Trooper 那 Dark Trooper 這個呢 我相信有看曼達洛人的人 都應該非常非常了解啦 他們不管是在綁架走鼓鼓 或者是在跟丁甲林的一個對決 甚至到最後面被Luke亂砍一通 都佔了非常相當重要的一個戲份存在 我相信這種機器類的兵種阿 甚至是帝國那種兵種阿 都非常非常的有人氣啦 那更不用說這個 Dark Trooper 因為畢竟 Dark Trooper 的歷史 可是非常非常的悠久 我們今天就不多談說他曾經出現在 傳奇的野史上面的那些內容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因為 Dark Trooper 呢其實他在野史當中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內容的存在 那他這一次出現在正史當中 我相信可以說是非常多的老的心戰迷呢 是相當興奮的一刻 因為畢竟能夠將這個傳奇的一個兵種呢 納入到所謂的正史當中 我相信大家肯定是非常非常的開心的 尤其是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在曼達洛倫的影集裡面阿 看到他們有一個微微的露出一點點 大家就開始猜阿 是不是 Dark Trooper 是不是 Dark Trooper 那如今沒錯就是他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好好的把它開箱吧 那這次 Dark Trooper 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個豪華包的造型登場阿 那他是出在曼達洛倫系列的第28號 好那我們就話不多說我們趕緊來開 我們來看一下實體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吧 好的那我們開箱完了啦 因為這個非常的簡單 我們來先看一下他的這個主要的 視覺外觀的部分 那非常的還原就是劇中那個 Dark Trooper 的樣子 當然我們大家最在意的就是他的可動的部分了嘛 那我們先看整體的外觀造型啦 那整體的外觀造型呢 其實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細緻喔 不管是在他身體上面這些機甲的刻畫阿 然後細節的一些表現阿 我個人認為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他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呢 他這個盔甲呢 其實就有點像是我們常常看到的那種 黑鏢六寸一般的那種人的那種人形 他是用一個底面的素體 然後套上一個外面這個軟殼的這個塑膠 所以讓你的這個素體呢 不會去卡到他手的一個可動範圍阿 也不會卡到他頭的這個可動範圍阿 不過呢我這一次看來阿 我認為比較可惜的是阿 因為他這一次的這個 外面這個軟殼的塑膠阿 其實並沒有到非常非常的服貼 所以你在拿起來的時候 會有點那種搖搖晃晃的感覺 會比較有點可惜一點阿 不過呢我們大家可以注意到的是 他這個細節的刻畫真的是很棒喔 尤其是在腹部這裡的一些 機甲結構上面阿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棒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大腿 旋轉大腿的旋轉關節裡面阿 也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內構喔 然後這個細節真的是非常可以阿 那我們接下來呢 當然是要來講到最重要的就是可動 我們剛剛有提到 那可動的部分呢 頭呢基本上是360度可以旋轉的 那手臂的抬舉阿 然後旋轉阿 然後手肘的一些關節阿 旋轉阿 其實他都可以做到非常非常詳細的一個可動喔 然後接下來是腿部 我覺得腿部這邊也非常的厲害 除了大腿這邊可以旋轉之外呢 膝蓋這邊呢也是可以做旋轉的 然後腳踝就是一個接地功能也非常的漂亮 那他這個整體呢都是使用一個單關節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他關節的相似度比較像什麼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就有講過 其實在之前的那些機器人所推出的那些可動關節上面 我們就可以略知一二 尤其是之前我們開箱過那隻Q90的時候阿 我就有說過 其實從那隻的一個角度呢 就可以看到呢 未來機器人在結構的設計上面 絕對都不會馬虎 而且甚至是可以到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成果 那這一隻呢 也完全的體現出來了 他的可動阿 他的關節阿 可以說是設計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相信阿 我這邊比來比去你們還是看不清楚 所以我是建議阿 大家呢就是買一隻回去來看 因為我覺得他的可動呢 甚至比在劇中表現的還要更好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到這個是豪華包嘛 那豪華包這次的配件呢 就是除了給了我們他們基本的這個槍 也就是他們這個武器之外呢 當然一定要給的是什麼 當然是他的噴射配件的嘛 那他這次給了我們兩個這個噴射的一個配件 可以裝到他的腳底 那我們就可以重現出了 他們呢 從母艦離開 然後噴射下去 要去抓鼓鼓的那個畫面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酷阿 他的腳底這樣噴兩個火這樣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棒 接下來呢 還有附給我們的是呢 在劇中呢 我們可以感受到 那另外他還有附給我們的是 兩個拳頭的造型喔 那我們也知道 Dark Trooper呢 其實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我一直把他稱為是 會揍人的機器人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他們其實在對丁甲林的時候 並沒有使用到非常多的武器 而是他也使用他的拳頭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破門的時候呢 他們也沒有想到說要用武器 他們都是用拳頭 所以我覺得呢 他這次附這兩個拳頭呢 可以說是相當相當的不錯阿 我自己是 個人是非常的喜歡阿 那你輕鬆的把 原本的手呢 把他拔下來 那你就可以把他換上去了 那這個替換手呢 其實也讓我們大家呢 增加了非常多的可玩性阿 我自己個人認為是不錯的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快速到 我們總結的部分吧 那總結了啦 那這一隻呢 其實對我來說呢 是曼達洛倫系列裡面 必收的一個角色 因為畢竟大家都喜歡這種 帝國的兵種 然後再加上他是 Dark Trooper 他在傳奇之中呢 有一些些的故事 那雖然說我自己 沒有多做一個 這方面的講故 不過大家知道就好了 他曾經是一個 非常經典的一個角色 那這一次呢 出現在影劇上面呢 可以說是 對那些老粉阿 可以說是 非常非常的興奮 那所以呢 這一隻的這個 收的價值呢 當然是又更提升的 那唯一一個我覺得比較 無法理解的部分 就是說呢 因為他其實呢 這一隻的分量也沒有到說 非常非常的大 那配件呢 那些東西也給的算是偏少 我覺得其實可以不用 以一個豪華包的方式所推出 那其實 反正大家都知道嘛 其實現在連正常的 一般版的包裝 也都在漲價 那這次這個豪華版的包裝呢 其實他就是一個 盒子比較大一點 我覺得這些配件 根本就不需要用到 一個這麼大的盒子來裝他 所以我覺得 這部分呢 因為定價的關係呢 讓我稍稍微微的 卻步了一下 不過這一隻 仍然是一隻 非常非常棒的人偶 我相信 各位喜歡慢打路的人的玩家 都不能錯過一個好角色喔 所以這一隻呢 就呈現給大家 可動非常的好 那整體的細節呢 也相當的棒 是一個非常可以入手的一隻人偶 好 那我們今天就 開箱到這邊吧 那如果想要追蹤我們 獲得更多的美系玩具資訊 歡迎到我們的粉絲團 那如果想要看到我用這些玩偶 去拍一些帥照啊 也可以到我們的IG去追蹤喔 那如果你想要跟我們啊 24小時不間斷的聊天 那歡迎在女生玩具的路上 我們也有這群好朋友 一起在LINE群等等你喔 所以加入我們LINE群 跟我們一起聊天吧 好 那我們就玩具真相 下次再見 掰掰